第761章 修炼剑丸 一家将周园定为外园之一的消息 虽说有着保密之心 但奈何一家也是人多嘴杂 难以真正的禁绝 所以也是很快地在这玄州城内传播了开来 消息传开 不出意外地就引起了诸多哗然声 显然谁都没想到 一家此次的周主之争 竟然会请一个神府进中期的外园 而且周园在这小玄州可谓是岌岌无名 并没有任何娇人的战绩与名声 所以各方势力都对一家此举 感到很是不可思议 周主之争 本就双方各有五个名额 可谓是珍贵至极 一家将一个外园名额放在这个周园的身上 简直就是尚未开战 就已自断一闭 这种行为 极其不至 一家此举 简直糊涂啊 一家主身语 如今是依丘水长家 小小丫头 终归还是青涩天真了一些 嘿嘿 听说那周园模样倒是端正 而且还是依丘水带回来的 莫非是七青郎 所以才执意请其为外园 一家的两位天阳晋长老 竟也会同意 哎 看来此次的周主之争 一家要吃大亏了 若是周主之位落在邱家手中 一家这些年在小玄州的谋划 恐怕就要被逐步瓦解了 最后说不定 还得狼狈地退出小玄州 是啊 那邱家将正在天灵宗苦修的秋灵 都是照了出来 摆明是对周主之位 志在必得 玄州城内诸多声音不断 但大部分都是对一家此次的周主之争 保持着看衰 而对于玄州城内的这些非议 一家的人倒是颇为的愤愤 但又没办法解释什么 只能忍气吞声 只是如此一来 就只得将怨气投注到那 引起这场争端的罪魁祸首周园的头上去 一家后院 一座独立的庭院中 绿荫聪裕 有着古树生长 庞大的树盖 将小院遮掩了近半 显得幽静 在那古树粗壮的树干上 周园盘坐 眼目微闭 对于那场周主之争 他既然接下了一丘水的重注 自然相当地用心 虽说这小玄州一周之地 不可能与苍玄宗相比 但周园也明白 汇原天毕竟是诸天之罪 他不能真的心怀小觑 周园膝盖之上 有着一只斑驳的黑笔悬浮着 吞吐着天地间的元气 正是天元笔 周园眼目睁开 看了一眼天元笔 眼中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自从天元笔第五道原文破元 觉醒后 直到现在 那第六道原文都未曾彻底的觉醒 如今的天元笔 处于下品天元兵的层次 如果再觉醒一次 说不定能达到上品 上品天元兵 想必就算是 在这混元天内 都应当算得上是神兵戾气了 寻常天阳尽强者 都不见得能够拥有 当然 周园更重视的 并非是天元笔的品阶 反而是天元笔觉醒的原文 之前第五文破元 不知道给周园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而第五文就已如此 不知那第六文 又该如何的奇妙 只是 这一两年来 周园时刻酝养天元笔 那第六文也迟迟不现 可见这天元笔的胃口之大 看来还需要一些时日 周园自语 不过这些年的运养 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作用 至少周园能够见到 斑驳笔身之上 那第六道古老原文 已是渐渐地绽放光泽 想必离第六文觉醒 也不是很远了 心中掠过这些念头 周园便是暂时不离天元笔 而是双掌虚合 一缕缕元气 在其掌心间盘旋 元气伴随着不断地压缩 转动 隐隐间 竟是有着一丝丝 及其风锐的气息散发出来 吃吃 周围的虚空 都是被那种 风锐渐渐地撕裂出一些痕迹 宛如剑气 这些风锐的剑气 在周园的掌心中 不断地汇聚 压缩 如此足足半日后 周园的掌心中 开始出现了一颗 约莫斗力大小的剑气小丸 周园望着掌心悬浮的 小小剑丸 眼露沉硬之色 他眼下所修炼的 自然是剑来风的 荡魔剑丸术 如今出来天元语 他需要不断地 增强自身的实力 而在离开苍玄宗之前 得到的苍玄七术 则是他必然要修炼的 而这几数中 荡魔剑丸术 乃是纯粹的杀伐之术 攻击力极端的强横 周园早在苍玄宗时 就对其颇为的眼馋 所以在将其得到后 一有时间便是在参悟 如今倒是出剑成效了 不过想要凝练剑丸 还需更金之气 与原剑气融合 方可形成真正的剑丸 眼下我这剑丸 还处于虚浮之中 威力不强 周园自语 不过更金之气 需要从一些罕见的 天才地宝中提炼 价值也是相当的不菲 而现在周园孤家寡人 什么储藏 都是在空间乱流中被毁了 活脱脱的穷鬼一个 连祖龙金晋级所需要的材料 都是厚着脸皮 从依丘水那里要来的 哪还有能够提炼 更金之气的天才地宝 周园拨弄了一下 腰间的乾坤囊 里面空空荡荡 这里的他面色一阵发苦 真的是太穷了 都是那圣族的圣者 搅乱了空间传送 周园咬了咬牙 眼露狠翼 这笔账 咱记下了 而在周园心中愁苦时 两道倩影自那庭院外走近 正是依丘水 与他的贴身互卫赵月 周园见状 身影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他们前方 周兄住的还习惯吗 依丘水笑以宁的道 挺好 依丘水身后的赵月 微微撇嘴 嘀咕道 你倒是好了 我们一家都快成为 玄州城的笑柄了 周园干咳一声道 那些无知之人懂什么 赵月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如今整个一家都在说 这位脸皮之后闻所未闻 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依丘水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园 后者这种大大咧咧 与无所谓的态度 似乎并非是真的装出来的 他玉手 轻拍腰间的乾坤囊 光芒闪过 有着数个金色箱子 落在地面上 道 这里面是你所需要的材料 周园见状 也是忍不住地露出欣喜之色 这魂元天还真是得天独厚 仅仅只是在这小玄洲 他就能够将祖龙金 晋级所需要的材料凑齐 要知道 当初夭夭在苍玄宗找了许久 都未曾完全地找齐 谢谢你了 周园感激道 一秋水摇摇头 玩笑道 这些材料可是颇为的罕见 其中一些 我一家宝库都是南巡 还是托柳叔的悬音商会 才能凑齐 周兄 您这带打价格 可着实不低呢 周园脸皮一红 只能干笑 不过旋即 他心头又是一探 祖龙金晋级所需要的材料 是齐全了 但那修炼档魔剑玩术的 还没着落呢 一秋水心思细腻 察觉到周园没语见的优色 不由地问道 周兄可是还有什么顾虑 周园干咳一声 这可是你主动问的呀 的确还有一事 想请秋水帮忙 周园面露惭愧之色 眼下我还需一些 能够提炼出更金之气的天才地宝 此言一出 那赵月眸子顿时瞪圆起来 咬着银鸭恨恨地盯着周园 放心 我不白拿 我用那一百份上品身符保药的一把来换 周园连忙道 赵月都被气笑了 那一百份上品身符保药 是一家赢了周主之争 才会给你的好不好 你现在就已经当成是你的东西了 一秋水柳眉猥琐 他凝视着周园 后者也是与其对视 从后者的眼神中 他能够看见一些无奈之色 却并未见到任何的心虚躲闪 一秋水沉默了一下 道 周兄 此次花这么高的价格请你出手 已经有些不合一家的规矩 若是再给其他职务 恐怕家族里面不好交代 周园挠了挠头 无奈地笑道 理解 一秋水声音顿了顿 却是接着道 不过家族里面不能再拿出来 但我自身 还有一些私藏 倒是可以暂时借给周兄 周园愕然地盯着一秋水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说什么 大小剑 一旁的赵月忍不住地堕足 一秋水摆了摆玉手 浅笑道 待会我就让人将东西送来 说吧 他深深地看了周园一眼 也没有啰嗦 带着愤愤不平的赵月 转身款款而去 周园立于原地 他望着一秋水离去的窑窍倩影 却是叹息一声 难难道 好厉害的人啊 明明只是互惠互利的一场交易 但偏偏被一秋水这么一手 反而是搞得 周园不得不领一个人情 这下子 那场周主之争 周园就真的必须尽全力地争夺 毕竟一旦失手 那他的这脸 真的是得丢得一干二净 关键是 你还不能说一秋水特意地谋划他什么 因为他这种不着痕迹的施恩手段 偏偏挠到周园的痒处 若周园真是无情无义 吃干抹尽翻脸不认人之辈 一秋水这一手自然毫无作用 可他摆明 吃透了周园并非这种人 这个一家的新家主 手段很是不凡啊 周园感叹一声 然后袖袍一挥 便是将地上那些箱子 尽数地收起 他来这几日 他不能有所松懈了 不论是祖龙金的晋级 还是当魔剑玩术 他都得全力修成 以背接下来的周主之争 第762章 交起出城 这数日以来 一家与邱家这场周主之争 无疑是成为了玄州城 甚至整个小玄州 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各方势力 都是将目光投转来 邱家在小玄州 是真正盘踞多年的地头蛇 实力极强 本就是小玄州周主 最为有力的竞选者 可十数年前 一家忽然空降 直接夺了周主之位 想必邱家对此是恼怒之极 不过虽说恼怒 但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一家有一位长辈 身居天渊玉长老高位 身份实力皆是极强 有这般背景 即便邱家是小玄州的地头蛇 但这些年来 也只能折服下来 等待机会 而这一次 一家家主在万寿山脉遭遇不测 再加上邱家小而死的不明不白 给了邱家发难的借口 于是这场周主之争 对于邱家而言 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胜了周主之争 邱家再运作一番 就算是一家那位身居长老团高位的老人 都是无法再阻拦 这小玄州便将会彻底地 落入他们邱家之手 所以 数日后的那一场周主之争 将会决定 未来数十年这小玄州 究竟是谁人称王 七日时间 在那万众主墓地等待中 迅速而过 待得第七日清晨来临时 玄州城的气氛 便是变得火热起来 无数人自四面八方涌来 最后对着那城中央的位置 汇聚而去 那里有着 一座巨大如山般的高台处立 周主之争的斗战地 一家 前院 一丘水立于台阶上 一千姬两位天阳镜的强者陪同左右 所有的一家之人都是齐聚 在院中 还有着身躯修长的柳之玄 以及另外两位气势雄浑的中年男子 他们三人再加上一丘水与周园 便是一家此次周主之争的出战者 在这群人中 无疑柳之玄是最被赋予众望 他是小玄州中极为出色的天才人物 如今踏入神府境后期 开辟八神府 论起十里名气 不会比邱家的丘陵低多少 而另外两位神府境后期 实力虽然也算是不错 但比其柳之玄 却是差了不少 不过场中之人 似乎此时还缺了周园 一些一家之人眉头紧锁 谁都没想到 那个周园 竟然这个时候还会缺席 可 柳天英咳嗽一声 看向一丘水 道 秋水侄女 那位周园小友呢 一丘水看了一眼后院的方向 犹豫一下 道 似乎还在修炼之中 还请各位稍等一下 柳明眨了眨大眼睛 嘀咕道 不会是偷偷跑了吧 一旁一些一家的年轻男女文言 皆是面露古怪之色 那小子吹了一大通牛皮 眼见就要上场了 如果陋妾偷跑 还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如此一来 倒是要让得他们一家成为笑话了 一丘水身旁 那位一千机长老皱了皱眉 道 如果实在不行 此时坏人还来得及 多亏了你柳叔 我们还能找到一位神府境后期 做外援 一丘水却是摇了摇头 道 反正还有些时间 再等等吧 一千机皱着眉头 另外一位一家的天阳近长老 却是有些不耐 想要出口 但却被一千机一眼瞪了回去 一丘水如今是一家家主 这般当面驳斥他 有损其威严 对于以后执掌一家并不利 不过 一千机心中也是分外的无奈 一丘水这刚成家主 就强硬地将周园 推为周主之争的出战者 这如果到时候周园表现不好 导致周主之争失败 那对于一丘水而言 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此事闹大了 就算一丘水有齐爷爷 恐怕也是难以交代 唉 这丫头这些年极为聪慧 怎么此次 偏偏钻了牛角尖 一千机心中轻叹 眼中有些忧虑之色 难道真是如外面所传 秋水是看上了这小子不成 可这些年 倾慕于秋水的天骄 不知多少 就连眼前的柳之旋 都比周园优秀 为何秋水会看得上那周园 哄 而就在一千机心中想着的时候 忽然在那一家后院中 有着一道磅礴元气爆发开来 众人惊慕看去 在那后院中 有着璀璨清光爆发开来 隐约间似乎是带着 蛟龙长吟之声 那声音之中 蕴含着一种淡淡的龙威 天地间的元气 都是因此而波荡起来 然后迅速地对着那座小院 汇聚而去 宛如朝拜一般 咦 这元气倒是有些门道 一千机有些惊奇 身为天阳境强者 他自然是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那后院中爆发出来的元气 极为的精纯与霸道 不过 还不待他细细品味 那后院中爆发的磅礴元气 便是尽数地收敛 碰 紧接着 一道光影自其中冲天而起 然后静直落在了前院之中 现出身来 正是周园 此时的周园 神采异矣 双目之中 有着青色金芒不断地涌现 一股令人心悸的波动 在他的体内若隐若现 那柳之旋都是忍不住的侧目看去 眼神惊疑不定 那种元气波动 令得他 都是察觉到一些危险气息 不过正当他再度感应时 周园眼中的青光静数地收敛 那股气势 也是化为无形 犹如先前那一幕 仅仅只是幻觉一般 抱歉 来迟了 周园望着依秋水 有些歉意地道 依秋水微笑着摇摇头 美眸有点好奇地看了看周园 因为他先前同样是察觉到了 那种令人心悸的元气波动 不过他却并不觉得 那是一种幻觉 所以 他心中对于周园的信任更深了一分 柳明冲着 周园扬了杨小拳头 道 还以为你跑了呢 待会周主之争上 你若是拖了我哥的后退 看我饶不了你 然而周园看都未曾看他一眼 直接无视 柳明健壮 顿时气呼呼地就要上去 不过却被柳之旋拉了开去 后者对着周园露出歉意微笑 倒是颇有气度 周园回忆一笑 表示并不在意 依秋水美眸看向周园 柳之旋 以及另外两位神府今后期的强者 道 此次周主之争 就要劳烦诸位了 动身吧 一旁的一千姬 也是陈生说道 玄机他袖袍一挥 滚滚元气席卷而出 直接是驼付起众人冲天气 元气云朵掠过大半个玄州城 很快便是在那城中央的 一座巨山石台之上降落而下 落于巨山上 周园目光望去 只见的这方天地间 黑压压的近视人影 气氛沸腾如顶炉 看这模样 恐怕整个玄州城的人 都是汇聚而来了 可谓是一场盛事 而与此同时 他也是能够感觉到 有着无数道戏血好奇的目光 投注在他的身上 显然 这短短几日的时间 他周园的名气 倒是在这玄州城 人尽皆知了 只不过 看他们的眼神 恐怕这名气不算好 不过周园对此 却只是晒然一笑 魂不在意 他感受着神府之内 凝聚的磅礴青光元气 嘴角浮现出 一抹满意的弧度 今日 就让这场大战来见证一下 这祖龙京第二中的 正式天娇气把 第763章 天娇莫渊 巨大的石台 矗立于玄州城中央 黑压压的人影 自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几乎是看不见镜头 沸腾的人声 直入云霄 在石台四周的一些高楼上 整个小玄州 一些有名的势力高层 皆是齐聚 可见此次的 州主之争的影响力 而当一秋水 率领着一家人出现的时候 他们的目光 也是第一时间的投射而去 一家果然是请了柳之旋 作为外援啊 柳之旋天赋卓杰 乃是我小玄州 年轻一辈中 一等一的天骄 并不逊色于丘陵 有他相助 一家倒是压力能小一些 不过一家中 一秋水 似乎还只是神府进中期 他身为州主候选 却是必须上场 如此一来 光是他这里 就要落入下风 是啊 更何况还有那个 也是神府进中期的周园 此子最近在玄州城 倒是名气不小 都说这小子 攀上了一家大小姐的高知 不过这小子其他本事不知道如何 这强行出头的本事 倒是不弱 一家五个斗战名额 两个都是神府进中期 这劣势太大了 而反观邱家 据说全是神府进后期 如果此次的周主之争输了 看那一秋水 如何跟一家交代 诸多的窃窃私欲声 在各方势力高层中传开 一些与一家友好的势力 皆是暗暗摇头 也有忧虑 如果此次周主之争一家输了 邱家得势 未来必然会压制他们这些 亲和一家的势力 他们也不明白 为何以往聪慧名声在外的一秋水 此次却是会如此鲁莽 那个周园 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出场的呀 哄 而在各方势力心思转动的时候 又是有着一朵元气云光掠过天际 直接是在那石台的另外一个方向落江下来 一道道气势不凡的身影显露出来 领头一人 正是邱家家主邱龙 而在其身后 便是面带微笑的邱灵等人 那邱龙一现身 目光便是投向对面的一家等人 他的目光扫过一秋水 柳之旋 最后在周园的身上顿了顿 嘴角带起一抹玩味之意 秋水之女 我邱家与一家也算是交好 这场斗争我本不愿调解 所以如果你此时愿意将那 杀害我小儿的凶手交出来 这场周主之争 我邱家可以退让 秋龙盯着一秋水 但笑道 一秋水闻言 美眸微冷 这秋龙当真是老奸巨华之辈 这个时候还在装模作样 莫要他看说的一番好心 但那心思却是尤为恶毒 如果在这种场合下 他们一家为了保全自身 将周园给卖了 那他们一家的名声 可谓是臭到家了 如此就算暂时地坐上了周主之位 恐怕也是难以持久 秋龙家主 秋阳心怀叵测 意图结识我小妹 如此作为 简直是卑劣至极 就是不知道 这之后是有人指使 还是他自己鲁莽 一秋水声音清脆 但言语却是极为的锐利 针锋相对 秋龙面色一沉 道 一派胡言 在秋龙身后 那一身黑衣的秋灵上前一步 笑眯眯地道 口舌之争 多说无意 今日之事 还是先做过一场吧 此言一出 天地间的气氛顿时更为的沸腾 诸多势力高层 也是宁神看来 一秋水俏脸冷冽 也没有再多说废话 郊区一动 元气光泽闪烁间 便是率先地出现在场中 柳之旋立即跟随而上 护卫在其身旁 一家另外两位神府今后期的强者 也是立即跟上 不过 当周园也是下场时 这天地间 便是响起了一些滴滴的哄哮声 听的那些哄哮声 一家的一些年轻男女 结实面皮微红 暗暗咬牙 丘陵的目光 也是停留在周园的身上 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鸡巢 道 看来你还是真心寻死 也罢 既然你上了场 今日想要全须全已地退出去 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说到此处 他的眼中掠过一抹凶利之色 这周园害死了他弟 今日就得付出代价 与罢 他也根本不理会周园的反应 而是将目光投向柳之旋 对于后者 他的目光中 就多了一丝正事 诞生道 柳之旋 你柳家何必来趟这趟浑水 也不怕殷勤没陷到 颜面却是丢尽吗 柳之旋摇摇头 道 丘陵你进了天灵宗 本事没长多少 口气倒是长了不小 丘陵轻叹一声 不止死活 声音落下时 他的身影 也是出现在了场中 与此同时 三道人影落在了他的身侧 这三人一出 便是惹来了一些异润声 那是丘霸 丘雷豹 丘月 丘家果然是派出了他们 听闻他们早就踏入神府境后期 虽说仅仅只是开辟六神府 但手段也是不弱了 不过对于三人的出现 各方势力都并不惊讶 显然早已料到 他们会出场 而一千姬 柳天英等人望着三人 虽然眉头微宁 但神色还算是平静 显然也是有所意料 不过让得他们有些奇怪的是 难道这丘家 未曾请外援吗 依丘水美眸在丘陵四人身上扫过 柳眉也是轻醋 特别是当他在瞧的丘陵脸庞上 那似笑非笑的诡异之色时 不知为何 心中涌起一丝不安 秋水是好奇我丘家最后一位出场者吗 丘陵冲着依丘水笑道 哼哼 为了能让丘水 你感到新奇一些 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心思呢 丘陵双手抱拳 轻笑出声 师兄 请现身吧 哼 就在丘陵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天地间有着一道元气光红 从天而降 最后携带着滚滚威压 直接是落在了丘陵身前 元气光红落下 地面都是颤动了一下 有着肉眼可见的波动爆发开来 无数道惊疑不定的视线投射而去 如此气势 这丘家是请了谁来 淡淡的烟尘散去 无数道目光皆是见到 在那丘陵的身前 一道薛兽的身影 漫不经心地站立 懒洋洋的眼目 却是令人感觉到 一种异样的压迫感 天地间 无数视线望着那道薛兽如猴般的年轻身影 喧哗声是在此时陡然安静 滔天般的哗然轰然爆发 那 那是天灵宗的天骄 莫冤 他可是登上神府榜的超级天骄 丘家既然将他都请了过来 这还打个什么 一家完蛋了 各方势力的高层 都是在此时豁然起身 眼神震惊地望着那瘦弱的年轻身影 谁都没想到 丘家竟然将 这位天灵宗的超级天骄 都是请了过来 这是多大的面子 挂不得丘家有恃无恐 原来是有这种底牌 而在那无数震惊哗然声中 一千姬 柳天鹰等人也是未知色变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 咬牙道 莫冤 怎么可能 即便是依秋水 俏脸都是浮现一抹苍白之色 一股寒意自心中渐渐地涌出来 面对着那位在整个天渊狱 都是有着极大名气的瘦弱身影 即便是素来从容的他 都是感觉到一丝绝望 第764章 团战开启 巨大的石台之外 无数道震惊的目光 望着那出现在丘陵身前的薛兽身影 莫冤之鸣 在整个天渊狱几乎都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天渊狱的神斧镜 能够登入混元天神斧绑者 唯有38位 而莫冤在其中排名36 虽说几乎居于莫尾 但没有人敢小觑这个排名的含金量 毕竟天渊狱内 神斧镜强者如过江之清 数不胜数 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者 皆不是寻常之人 天渊狱那38位登榜的神斧镜 无疑不是各方顶尖势力 着重培养的超级天骄 在他们的眼中 一个小玄洲怕是难以入眼 所以 当玄洲城各方势力 见到莫冤此时出现时 方才会感到如此的震惊 要知道 那莫冤即便在天渊狱神斧镜中排名36 但其实力依旧极为的可怕 这些年来 被其手中镇渊棍所轰杀的神斧镜后期 不下实质之数 战绩可谓是凶猛 所以 此时的莫冤 宛如杀入狼群的雄狮 直接就破坏了小玄洲神斧镜的生态平衡 面对着这位名震天渊狱的猛人 即使是依丘水 都是背齿紧咬红唇 声音艰难的道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莫冤 竟然能屈身来此 参加一场周主之争 这还真是我小玄洲的福气 言语之间 略有暗风 他望着前方 只见得那薛兽如猴般的年轻身影 一手握着漆黑的铁棍 一对眼目显得懒洋洋的 那是一种面对弱小猎物时的 不在意语淡漠 宗门之命而已 莫冤将手中铁棍插入地面 淡淡地看了依丘水一眼 道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这些废话也就不必多说了 若是无胆再打的话 尽管认输便是 而若不甘心 那就斗过一场 但我对敌 从不留守 今日如果有人不幸葬身于我这棍下 也怪不得我 平淡言语间 自有凛然凶器散发 他的目光 从一开始 就只是在依丘水和柳枝玄身上顿了顿 至于周元 以及另外两位神府今后期 他却连眼光都未曾扫过去一下 依丘水与柳枝玄面色凝重 而另外两位神府今后期 则是显露聚色 毕竟莫冤的凶名 他们也是早有耳闻 整个场面 都是在此时处于莫冤的威压之下 一家众人处 一千姬 柳天英等人的面色也是不好看 谁都没想到 邱家既然能够将莫冤请来 显然这之间 应该是有着秋林那天临终弟子身份的缘故 柳明也是背齿紧咬着红唇 小脸微白 即便他素来以他的哥哥为傲 但也明白 面对着莫冤这等神府境中最为顶尖的存在 柳之玄根本就没有胜算 简直就是欺负人 他沮丧地道 石台周围 无数小玄州本土的人 也是感到有些不愤 但他们也明白 邱家并不算违规 能够请来莫冤 也是他们的本事 无形的压迫 笼罩在石台之上 周园望着越来越沉寂的依丘水 忽然倾壳一声 道 结果如何 终归要斗过才知晓 他显然不愿意依丘水此时胆气进退 因为那样的话 就说明交易失败了 他别想得到神父宝药 依丘水美眸看着周园 此时的后者面带微笑 神态始终从容不破 似乎并没有因为那莫冤的出现 就感觉到什么惊惧 周园的从容 令得依丘水放松了一些 不过在他看来 这应该是因为 周园并不了解莫冤的强大与可怕 于是 他轻声道 此次如果我们一家输了 原因也不会在你 神父宝药 我也会给你的 不过可能数量要少一些 希望你能理解 说到最后 他露出无奈的笑容 周园笑着摇摇头 一本正经的道 那可不行 说好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此次可不能输 一丘水轻笑一声 深吸一口气 也是渐渐地恢复往日的冷静 美眸看向莫冤 缓缓地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来领教一下 神父榜上的镇冤棍 究竟有多强吧 莫冤散漫地点点头 他的目光淡淡地看了周园一眼 这个神父近中期的小子 倒是很镇定 可究竟是无知呢 还是有些本事 不过再有本事又如何 只是神父近中期而已 他转头看向丘陵 道 那一丘水和柳之旋 交给我 他言语平淡 直接是选择以一敌二 丘陵笑着点点头 道 那我就去先为我弟弟报仇吧 他眼神阴逸地盯着周园 嘴角有着一抹猙獰之色浮现 你们三人 解决掉一家那两位神父近后期 丘陵又看向丘家那三位神父近后期 以三对二 他们这边显然是 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大公子放心 丘把三人 也是宁笑着应下 一丘水也是听见了对方的分配 当即心头微沉 因为这样 来看的话 他们这边已经是彻底地落入下风 只是不知道 他与柳之旋联手的话 能否挡得下那莫冤 动 当一丘水心中念头闪烁间 一道金铁相撞的嘹亮声音 便是在那巨大的石台上爆发开来 周园 你自己小心 一丘水深吸一口气 补充道 如果不敌 那就认输 声音落下时 雄魂的元气 自他的体内横扫而开 他玉手一握 一柄荡漾着水波的长剑 出现在其手中 剑锋掠过 将地面都是撕裂开来 两轮神辅光环 在其身后浮现出来 柳之旋也是一步踏出 三轮神辅光环显露身后 强大的元气 冲天而起 另外两名一家的强者 也是显露出 三道神辅光环 刷 一丘水与柳之旋同时暴射而出 直指墨渊 强悍的元气涌动 引起风霉之声 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太失望 墨渊瞧得两人暴射而来 咧嘴一笑 眼中满是狂热战役 他脚掌一跺 三轮闪烁着八彩之光的神辅光环 出现在身后 强悍的元气爆发 那股元气底蕴 显然远比一丘水与柳之旋更强 三道身影冲天而起 直接是在那半空 凶悍交碰 元气撞击 精美响彻 与此同时 那邱家的三位神辅静后期的强者 也是冲向了面色凝重的 两位一家神辅静后期 这场小玄州州主之争 终于是在此时轰然爆发 元气碰撞 卷动风云 而邱灵则是将目光投注在周园的身上 他慢慢地走来 淡淡地道 前些日在城门口时 我就提醒过你 主动跪下扶珠 还能有个痛快 不过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你真以为 一丘水保得住你吗 明明只是一只小老鼠 却偏要来掺和两家之争 你真的是很愚蠢啊 随着丘陵一步步地走出 强悍的元气 也是在宛如风暴一般的 自他体内肆虐开来 三轮神辅光环出现在其身后 他笑望着周园 那眼目中 有着猫戏老鼠般的戏血与无情 你说 我该怎么玩你 第765章 秋水底牌 当 高抬上空 三道浑身涌动着强悍元气的身影 轰然相撞 金铁之声伴随着狂暴的元气风暴肆虐开来 那三道身影正是墨渊 依丘水 柳枝玄锁交锋之处 而此时 整个玄州城内 近乎超过九成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他们三人身上 其他几处的战圈 几乎是被忽视 因为谁都清楚 今日的焦点在墨渊的身上 其他人 可能全部都是陪衬而已 对于墨渊的名气 在场的人几乎都是听闻过 但亲眼见其出手的人却是棘手 所以他们 也是很想看看 这位名列神父榜上的超级天骄 以一敌二的情况下 究竟能有多微吗 元气冲击波横扫 荡随高空云层 而在那无数目光中 墨渊的身影宛如磐石一般 立于虚空 而反观柳枝玄与依丘水二人 却是身躯一阵 倒舍而退 初一接触 依丘水与柳枝玄的面色也是微变 显然是察觉到 墨渊的元气底蕴之强横 好强 不愧是神父榜上的人 柳枝玄脸色凝重 声音低沉的道 墨渊面色平淡 道 你也不赖了 再给你数年时间增强底蕴 你也有登神父榜的资格 不过眼下嘛 就算你二人联手 也不是我的对手 哄 声音落下 他声音陡然暴射而出 宛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两人上方 手中黑色的铁棍狠狠地挥下 赤红的元气席卷而出 宛如漫天火海 赤海辽元界 赤海之中 隐匿着无穷棍影 铺天盖地的笼罩向两人 感受着那从天而降的滔滔赤海 柳之旋面色愈发凝重 他低喝道 秋水 我先来阻他 他手掌一握 一柄银白长枪闪现而出 长枪一出 便是吞吐着天地元气 枪芒伸缩不定 撕裂虚空 天元朔 化银龙 澎湃元气喷波而出 银风暴掌间 银银有着龙鹰响彻 只见得伴随着柳之旋长枪舞动 一条约莫数百丈左右的 银色光龙咆哮而出 直接与那赤海相撞 碰 碰 狂暴的冲击 自高空炸开 无数道蕴含着惊人元气的棍影 落在银色光龙之上 暗含惊雷 短短不过数十息 便是将那光龙生生地轰碎 天元朔 万星 不过 就在光龙碎裂的瞬间 一道骄斥声响起 磅礴元气呼啸而至 其内有万星点缀 每一颗星辰 都是由雄魂元气凝炼而成 轰轰 元气万星与赤海碰撞 有着狂暴声乍响 万千星辰与赤海不断地在碰撞中湮灭 不过就在那双双即将尽数散去时 一道虚幻棍影呼的暴射而出 快若奔雷地轰向伊丘水面门 伊丘水微惊 两道神辅光环瞬间出现在面前 与那棍影碰撞 碰 冲击波肆虐 伊丘水郊躯一颤 直接是被轰得倒飞而出 双方的交锋 都是处于电光火时间 无数视线看的目不暇接 玄州城内 也是爆发出此起彼伏的道道惊呼之声 在很多人的眼中 柳之旋与伊丘水二人的攻势 已是极为的强横了 可即便如此 依旧是在墨渊的手中 静落下风 那墨渊的元气底蕴 实在是太强了 估计他神辅那元气底蕴 少说都达到了六百万元气星辰 简直恐怖 一般的神辅经后期 能有四百万 就已是疏为不易了 诸多的窃窃私欲声 不断地在响起 而一家那边 一千姬 柳天英等天阳镜强者 也是神色凝重 其他一些年轻人 如柳明等 更是紧张无比 手中满是汗水 这墨渊 果真厉害 一千姬叹息一声 他身为天阳镜强者 眼力自然毒辣 一眼就能够看出 先前的攻势 那墨渊根本只是随意而为 但即便如此 也已经逼得伊丘水 柳之旋连手都是 难以抵御 柳天英也是面色沉重的点点头 柳之旋也是神辅经后期 同样开辟了八神辅 但比起莫渊 还是欠缺了火候 这些超级天骄 背靠顶尖势力 有着最好的修炼资源 自然是常人难以企及 今日 这场周主之争 对于一家而言 简直太不利了 一千姬与柳天英对视 眼中皆是掠过一抹忧虑之色 玄机他们抬起目光 呼地看向了另外一处战圈 那里是周园与丘陵 瞧得那里时 一千姬与柳天英 皆是眉头微皱 因为当其他处战斗激烈时 唯有那里的两人动也不动 他们看得出来 丘陵满脸的细血之色 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周园也是没有动静 但看场中的模样 倒向是局面被丘陵所掌控 而周园 位居于丘陵的威势 不敢动手 柳明咬了咬牙 道 那周园之前 大话倒是不小 结果一遇见丘陵 却连手都不敢出 哪里值得秋水姐如此信任 其他一家一些年轻男女 也是纷纷不满出言指责 那丘陵是想要定住周园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墨渊打败秋水和柳之旋 一千姬缓缓地道 年纪不大 心思倒是很毒 柳天英咒没道 这无非便是丘陵打击周园兴气的手段 带得依丘水他们败了 他就能够欣赏周园的绝望 不过 两人看了看周园 他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 后者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丘陵的举动 反而目光时不时地 在投向高空上的墨渊 那种感觉 仿佛是在窥探墨渊的实力底线一般 根本不是他能够掺和的 两人暗自摇头 也不知小周园究竟在想什么 索性也懒得再理会 而是将目光投向高空上的战场 他们明白 今日这场周主之争 决定性的地方是在那里 眼下 也只能希望秋水能站出来了 这般时候 其他各方的势力 同样是在关注着高空上的激战 不过大多数都是在暗自的摇头 他们都看得出来一家的劣势 如此来看 这场周主之争 恐怕最终是要便宜秋假了 高空之上 墨渊手中黑色铁棍鞋纸 磅礴的元气宛如赤火一般 不断地从其体内喷勃而出 带来着强大的威压质感 他手中铁棍燃烧着赤火 缓缓抬起 却是指向了依秋水 眼目平淡 道 如果你继续隐藏实力的话 恐怕你们两人真坚持不了多久了 依秋水红唇紧敏 轻声道 不愧是墨渊 这才没突破几日 也被你所察觉了 他深吸一口气 顿时天地间有着滚滚元气呼啸 只见得其背后两轮神府之外 光芒汇聚而来 渐渐地在那无数道惊呼声中 形成了第三轮神府光环 神府静后期 在那下方 周园双目也是微眯 其实他在先前见到依秋水时 就察觉到他体内的元气波动有异 如今来看 果然是突破了 显然 为了此次的周主之争 依家也并非是什么都没做 只不过 当依秋水踏入神府近后期 就真的能够与柳之旋 联手打败墨渊吗 周园暗自摇头 不过也好 如此一来 应该是能是释出那墨渊的能耐 面对着这些混元天神府榜上的超级天骄 周园从未心怀小觑 知己知彼 方可手掌乾坤 难以撼动 第766章 天骄显微 当依秋水身后的第三轮神府光环出现时 玄州城内顿时也是爆发出精华之声 原来依秋水隐藏了实力 我就说 依家不可能什么都没做准备 依秋水一旦踏入神府近后期 再与柳之旋联手 未必不是墨渊的对手 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开辟八神府的天才 嘿嘿 这样有来有往才精彩啊 墨渊一面倒的话 也是没甚意思 高空上 墨渊持棍力 他对于那满城的精华声倒是犹如未闻 只是那盯着依秋水二人的眼目 倒是显得火热了一些 不错不错 这才有点意思 墨渊咧嘴笑道 眼神宛如视战的凶原 气势非凡 今日之战 若是太过的轻松 还真是枉费他跑来一趟 这柳之旋与依秋水 也不愧是小旋中内的天骄 本事的确是有一些 不过 真以为凭借着两个底蕴上浅的神府近后期 就能拦得住他墨渊吗 神府榜上榜者 乃是混元天无数神府境中 最为优秀的天骄 他们享受招数不尽的修炼资源 被宗门势力赋予众望 如果连两个神府近后期都对付不了 那也太小觑了 这神府榜的含金量 墨渊面露狠意地笑着 赤红的元气不断地升腾而起 宛如巨大的赤云 遮掩了半壁天际 整个天地间都是弥漫着燥热之气 在那元气所化的赤云中 可见无数元气星辰闪烁 墨渊仰天长笑 手中铁棍一挥 顿时天地元气呼啸 只见那上空赤红元气云层中 忽然裂开一道裂痕 宛如巨嘴 赤鸣沙 伴随着墨渊的长笑 只见得那巨嘴之中 忽有宛如洪流般的赤沙呼啸而出 席卷漫天 宛如怒龙 直扑下方的依秋水 与柳之旋冲击而去 秋水小心 这是墨渊成名元宝 一旦被那赤鸣沙卷中 肉身结坟 柳之旋望着那呼啸而来的赤沙洪流 顿时沉声喝道 依秋水翘脸凝重 他玉手一握 一柄轻玉扇子出现在其手中 玉扇之上 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符文 吞吐着天地元气 显然也是一道元宝 依秋水源气贯注青玉扇 然后猛地对着前方一扇 哦 顿时天地间 有着青色狂风凝聚而成 携带着磅礴风鸭 与那赤鸣沙洪流碰撞 轰轰 两者相撞 天地间顿时有着低沉爆炸声响起 不过 那赤鸣沙洪流明显威力更强 碰撞之中 渐渐地将青色狂风压制 刷 而就在双方对峙间 柳之旋身影一闪 便是宛如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墨渊后方 眼神凌厉 一掌拍出 哄 狂暴元气咆哮间 化为一方元气掌印 快若奔雷地 对着墨渊镇压而下 七 墨渊眼光一转 却是一声吃笑 其一手紧握铁棍 猛然对着身后挥下 棍风所致 虚空崩裂 那一道元气掌印 直接是被墨渊一棍轰裂 元气掌印爆碎 柳之旋面色也是微变 身影迅速变得模糊 急退而去 想走 然而 一道宁笑声 自上方突兀地响起 墨渊凭空而现 直接一道棍影 裹挟着磅礴元气 狠狠地对着柳之旋 当头轰下 感应着那遮蔽天日的 棍影之凶悍 柳之旋面色也是 忍不住的一变 心念一动 三道神府光环 便是出现在前方 碰 棍影嘶笑而下 三道神府光环 微微抵御 便是炸裂开来 不过柳之旋 却是借助着瞬息间 面色微白的盗势而退 墨渊就要穷追不舍 一道骄鹤传来 一秋水 破开了漫天赤沙 手中长剑 带起凌厉剑光 暴射而来 墨渊冷笑 棍风肆虐间 便是将那些剑光 尽数轰碎 三人再度战成一团 狂暴的元气不断地爆发 刺耳的阴暴上 百里之外 都能清晰可闻 玄州城内 无数道目光凝重地望着 那里的激烈交锋 三人交手的动静之强 令得诸多神辅境强者 都是暗暗扎舌 而与高空的战圈相比 其他的两处 则是显得暗淡无光 毫无亮点 不过 从眼下的局面来看 似乎随着一秋水 展露出神辅境后期的实力 在与柳之旋联手 倒是隐隐地能够与墨渊抗衡了 这里的玄州城内 诸多清禾一家的各方势力 暗自松了一口气 但盯着高空的周园双目 却是微眯着 暗暗摇头 凭借着神魂感知 他能够知晓 那墨渊根本没有展现 全部的力量 此时的他 恐怕只是热身罢了 在周园对面 丘陵皮笑若不笑地道 你以为一秋水 突破到神辅境后期 他们就挡得住墨渊了吗 他原本是打算直接出手 先将周园斩杀的 不过临头是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觉得 那样太便宜了周园 所以他想要周园 眼睁睁地看着一秋水 他们落败 那个时候 他就能够欣赏到 周园的绝望了 周园摇摇头 但笑道 我倒觉得 你应该庆幸他们 多挡了墨渊片刻 不然你今日脸就丢大了 嗯 你什么意思 丘陵眼神阴冷地投来 待会你便知晓了 周园漫不经心 却是懒得 再与他多说废话 只是盯着高空上的战斗 他会在这里未曾动手 只是想用一秋水二人 试探墨渊的实力罢了 一旦一秋水他们落败 那他自然也就需要出手了 那个时候 丘陵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站在这里了 当然 如果一秋水他们真能够解决掉墨渊 那自然醒得他出手 可眼下来看 这个结果怕是有点不太可能 而对于周园的这种态度 丘陵却是面色阴沉 眼中不断地闪过凶利之气 他很讨厌周园 总是这浮面无波澜的模样 明明只是一个泥腿紫香巴老 毫无背景 偏偏要装什么从容 这般气态 他往日也就在天灵宗那些 超级天骄的身上见过 而就在丘陵心中 想着是不是要先将周园打断两条腿教训一下的时候 高空上 忽有狂暴的元气咆哮响起 丘陵抬头一看 顿时咧嘴凝笑出来 墨渊师兄总算是完够了 哄 玄州城内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高空上 只见得此时的墨渊 身躯竟是一点点的膨胀起来 皮肤也是变得幽黑如铁 哄 狂暴的元气 在他的身躯外成形 隐隐约约地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圆影 圆影剧长一握 天地元气化为了一柄汉山巨棍 一股无法形容的暴力之气 自那巨猿光影上散发出来 充斥天地 玄州城内 有着惊骇声响起 那是天灵宗的上品天元术 汉山天元变 凶猿咆哮如雷 只见得那巨棍光影 宛如晴天巨著 光影呼啸而过 漫天虚空都是阵战 元气映照虚空 显露无数元气星辰 粗略看去 这光影巨棍麾下 起码是凝聚了八百万元气星辰 如此元气抵运 方才显露出 那墨渊神符榜上知名的可怕 一秋水与柳之旋 也是在此时齐齐色变 倾尽全力地调动元气 化为磅礴红流 试图抵运墨渊疯狂一击 轰隆隆 然而 一切的抵运 在元气抵运的绝对压制下 都是毫无作用 当那凶猿咆哮中 棍影落下 万千层元气防御尽数地崩溃 扑吃 一秋水与柳之旋同时口喷鲜血 浑身元气溃散 然后便是狼狈地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在了石台之上 崩裂出巨大的裂痕 满城接近 无数骇然目光望着天空上狂笑的凶猿 谁都没想到 墨渊竟然凶悍到这种程度 而一家众人 一千姬 柳天英 柳明等人皆是变色 面色苍白 随着一秋水与柳之旋落败 这场周主之争 几乎毫无胜算了 与一家这边的惨淡相比 邱家那边 却是爆发出欢呼之声 邱家家主丘龙更是大笑出声 意气风发 周园的目光 慢悠悠地从天空收回 然后看向面前一脸猙獰 望着自己的丘陵 微微一笑 你先前不是问我什么意思吗 周园双手合拢 双目深处 有青金光芒交织 下一刻 天地间有蛟龙长银声响彻而起 青金色的磅礴元气 自其天灵盖 冲天而起 而在那青金色元气之中 似有青色蛟龙 升腾而上 一股极为强大的元气威压 自周园的体内蔓延 脚下的地面 寸寸军裂 感受着那股元气威压 丘陵的瞳孔猛的一缩 因为在那种威压下 他发现自身的身躯 都是微微地颤抖起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眼前的周园 元气底蕴 竟是超过了他 怎么可能 他不过只是神辅境中期而已 丘陵心中 亥然咆哮 有种顽脱的感觉 然而 周园没有理会 丘陵的亥然 他五指紧握 一拳轰出 顿时青金色元气咆哮而出 那元气化为全印 而全印之上 竟是有着层层青金色的龙鳞涌现 宛如龙泉 当周园的祖龙巾 突破到第二重时 其阵容中是开始显露 青金全印咆哮 而周园冷冽撤骨的声音 也是凭空响彻 其中 有杀意涌荡 天骄全印 哄 如骄龙四孝的全印洞穿虚空 请客忌智 丘陵浑身毛孔都是紧缩 他面旁扭曲起来 立声道 修要装神弄鬼 三轮神斧光环 直接是出现在丘陵面前 宛如三重铁壁 其体内的所有元气 在此时贯注入三轮神斧光环 他不幸 这周园能够突破 他的青力防御 就在丘陵防御成形时 那青金蛟龙全印 已是携带着毁灭之威 毫不犹豫地轰然而至 轰动 撞击的瞬间 狂暴的元气冲击波 直接是横扫而出 整个地面不断地塌陷 裂痕飞快地蔓延 然而碰撞的瞬间 丘陵却是惊骇欲绝地见到 面前三轮神斧光环 迅速地出现了裂痕 不可能 他的元气 怎么会如此之强 哄 可就在丘陵心中 闪过这道念头的时候 三轮神斧 直接爆裂 狂暴的元气肆虐开来 丘陵的身躯如遭重击 鲜血狂喷间 身影狼狈地倒射出去 身体在那地面上 撕裂出深深的痕迹 说来话长 然而自周园突然出手到结束 不过短短时数息的时间 很多人还处于先前 莫渊所带来的震撼中时 这边的战斗 就已经结束 当越来越多 有些呆滞的目光 渐渐地转移过来时 周园轻轻扭了扭脖子 眼神依旧是不起波澜的 望着远处满身鲜血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的丘陵 面容平和地笑了笑 现在 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 第767章 青椒魔园 周园的出手 如电光火时 给人的感觉 仿佛尚未开始 就已结束 所以当那玄州城内 无数人听到这边的动静时 带着他们疑惑的目光投射而来 然后便是见到了 那地面上深深的裂痕 以及 满身鲜血躺倒在地面上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但却根本无法起身的丘陵 于是 那先前由莫渊所带来的精华声 便是在此时尽数地凝滞 发生了什么事 丘陵为何躺在地上 周园干了什么 无数人的脑海中 都是回荡着这三个问题 脑子里面一片江湖 不过终归还是有人看见了先前那短暂的一幕 于是有着滴滴的声音响起 好像刚刚周园出手了 然后一拳就击溃了丘陵 声音微颤 带着浓浓的不确定 显然他们也是怀疑 是不是眼花了 可如今那里 地面上争鸣的痕迹 却是显露得清清楚楚 这些声音传出 也是再度引起一片沉默 无数人瞠目结舌地望着场中那种 近乎从一开始就被忽视的年轻身影 原本因为一秋水 柳之旋落败 而气氛惨淡的一家众人 此时同样是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 即便是一千基与柳天英 都是眼露震动之色 这周园 竟然一拳就将丘陵给打败了 柳天英忍不住地道 要知道 那丘陵虽然不及莫冤 可也绝对算得上是天骄了 假以时日 未必上不了神府榜 可谁能想到 他在周园的手中 竟然走不过一招 这得多强的元气抵运 而关键的是 周园才只是神府进中期啊 能够在神府进中期时 就直接正面轰杀 类似丘陵这种的神府进后期 即便是放在整个混元天的神府进中 都是极为的稀少 这般人物 以后一旦踏入神府进后期 神府榜必然有棋之名 甚至 稍加磨练的话 在那神府榜上高居前茅 都未必不可能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一千基与柳天英这般天阳镜强者 都会忍不住地震惊 如此人物 他们竟然看走眼了 要知道 在先前的时候 就连他们二人 都以为周园是被丘陵盯着 不敢动弹 可如今再来看 分明是周园懒得出手而已 一旁的柳明 以及一家的一些年轻男女 此时方才从那种震撼中回过神来 他们听得一千基与柳天英的谈话 一时间面色都是 有些战红 特别是那柳明 小脸滚烫 因为他之前见不惯 一秋水那般看中周园 所以最为的嘲讽 可如今来看 分明是他见识太浅薄 不识真人 面对着周园那一拳击溃丘陵的凶威 即便他再如何的交恨 也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因为他心中很清楚 丘陵的实力 比起他哥哥柳之旋毫不相让 周园能够一拳击溃丘陵 自然也就能够一拳击溃柳之旋 柳明面红耳赤的那那道 他 他也太能藏桌了 一千基与柳天英 也是点点头 感叹道 没想到其他天狱 也有这般天骄 玄机两人皆是有些振奋 先前的惨淡烧退 如此一来的话 一家倒不一定会输 凭借着那一拳之威 他们就知晓 周园是有资格与莫渊一较高下的人 所以 今日这场周主之争 他们一家还不算说 与一家这边的如是重负相比 此时的邱家那边 却是各个面色难看 那邱家家主邱龙 更是眼神震怒地盯着周园的身影 这个小杂碎真会藏 他阴沉说道 眼见大局已定 结果突然被周园打乱了局面 这如何能不让邱龙愤怒 家主莫急 虽然我们低估了那小子的实力 不过还有莫渊在呢 一名邱家的长老安慰道 丘龙眼神阴冷地点点头 有莫渊在此 虽说这周园让人意外 但应该还是翻不起什么了 哼 逮得此事之后 定要让这小杂碎付出代价 丘龙声音中满是杀意 同时还隐藏着一丝忌惮 虽说此时的周园不算什么 但一旦以后突破到天阳境 那对于他们 邱家而言才是麻烦 所以 如今既然得罪了 那就得想办法 将这等隐患斩除 哼 说不得待会 他就会死在莫渊的手中 邱家长老笑道 先前莫渊以一敌二 镇压伊丘水与柳之旋 那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的确是远超一般的神辅境后期 所以他相信 莫渊要镇压周园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深坑之中 伊丘水查去嘴角的血迹 挣扎着站起身来 但此时的他 浑身元气波动为米 显然是遭受重创 再无出战之力 周园 不过此时的他 却顾不得自身 美目浊浊地望着远处 那道修长身影 心潮澎湃 他同样见到了周园的出手 还是秋水你眼力好 竟然找来了一位如此帮手 柳之旋有些苦涩的道 即便他心气高傲 可在见到先前周园 那雷霆手段时 依旧是明白 后者远超于他 也怪不得伊丘水之前 对周园那般的重视了 伊丘水明嘴微笑 别人都以为他眼力毒辣 但其实他也只是 堵了一次而已 所以连他都不敢确定 周园就真的是暗藏蒸笼 但眼下来看 他的直觉还是挺准确的 虽然他也不知道 周园能否斗得过 凶悍无癖的墨渊 但最起码 还是给了一点希望的 远处的周园 也是在此时将目光投射而来 他望着伊丘水 似是笑了笑 然后他的身体 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中 缓缓地升空而起 与那墨渊平行 遥遥对峙 墨渊间扛铁棍 身躯看似极为的瘦弱 但此时恐怕没有人再敢小觑 那身躯之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他瞥了一眼下方秋陵溃败的地方 然后冲着周园咧嘴一笑 饶有兴致 没想到连我都看差了 你才是这场周主之争中 最棘手的人 哈哈 不过这样才有意思啊 墨渊仰天大笑 凶艳滔天 他眼神僻逆地盯着周园 手中黑色铁棍缓缓地抬起 遥遥指向周园 先前我还没真正开始呢 他们两人就顶不住了 不知道你这家伙顶不顶用 此时的墨渊 当真是如同一头凶悍绝世的魔园 气势凌人 引人心悸 不过在其对面 周园却是神色平淡 青金色的元气 在其周身涌动 隐隐地化为青椒盘旋 有着一股无法言语的金石之威 缓缓生腾 他手掌握拢 黑色斑驳的黑色大笔 出现在其手中 想必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一刹 青椒与魔园视线对碰 引发滔天杀鸡 第768章 墙上一筹 玄周城上空 两道气势不凡的身影对峙 引得万众瞩目 城内的氛围 也是在此时变得极为的沸腾 原本他们还以为 今日这场周主之争 必然是邱家取胜 可是谁都没想到 眼下又是出现了这般变化 那个周园 原本以为是平平无奇 结果却是一尊 隐藏实力的怒目修罗 所以现在玄周城无数人 倒是在好奇 当周园与莫渊队 碰在一起的时候 最后是谁能够更胜一筹 高空上 两股磅礴的元气 不断地升腾 各自占据半壁天际 元气接触处 虚空都是在剧烈的阵战 引有风雷之声 周园与莫渊的目光碰撞 沸腾战役之下 也有火花建设 自我踏入神辅精后期这些年来 可好久未曾遇见 敢站在我面前的神辅精中气了 莫渊咧嘴笑着 露出森森白牙 以往我也曾越即斩杀过敌人 没想到今日 竟然也有人打算如此来对我吗 哄 当其声乐的瞬间 元气爆发 震荡虚空 他的身影 直接是出现在了周园的上方 狂笑之中 手中黑色铁棍裹挟着磅礴之力 狠狠麾下 棍影掠过 宛如映照出漫天星辰 粗略一扫 便是达到七百万之数 先前莫渊击溃一秋水 柳之旋两人的那一棍 虽有八百万元气星辰之力 可那是因为 有着上品天元树增幅的缘故 如今此时 却是完完全全地 凭借着自身底蕴 而七百万元气星辰的元气底蕴 足以让得无数神辅精后期 黯然失色 想要以我为踏脚石磨练自身 那就得看看 你有没这个资格了 伴随着墨渊的狂笑声 遮天蔽日的巨棍光影 在那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对着周元当头砸下 虚空随之破碎 七百万元气星辰的底蕴 不愧是混元天的天骄 周元双目微眯 但笑道 若是此次祖龙金未曾突破 这元气底蕴 还真是急不上 此时的周元 毕竟还只是神辅进中期 即便它际遇非凡 之前的元气底蕴 也就堪堪达到五百万之数 可随着它祖龙金突破 元气净化为七品阵试天骄气 神辅之内的元气底蕴 也是出现了极大的暴涨 也正因为如此 先前他方才能直接一拳 摧枯拉朽的轰败了丘陵 而如果不是祖龙金元气净化 周元知晓 即便是他 面对着墨渊智等灵神辅榜的人物 必然也会陷入一场苦战 但可惜 这个世间 可没有如果 周元手掌紧握天元笔 雪白的豪猫笔尖 在此时化为漆黑色彩 笔身震荡虚空 直接对着那落下的浩瀚光影 硬汗而去 万经 天地间有古老金银之声响车热气 有着诸多古金须 影凭空而现 盘旋虚空 荡 笔影与那棍影轰然相撞 金铁之声如雷暴 轰隆隆地自天地间回荡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自那虚空横扫开来 整个玄州城 都是在此时颤抖起来 无数道震撼的目光望着高空 只见得那里狠狠砸下的巨棍光影 竟然是凭空凝滞 巨棍之下 有着一道黑色斑驳的大笔底蕴 看似渺小 然而却是令得那巨棍 根本无法落下 黑笔周围 由古金虚影盘旋 元气外溢 映照虚空 显露无数元气星辰 足足八百万 玄州城内外 顿时响起了无数骇然的声音 各方势力 皆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八百万元气星辰底蕴 竟然比墨渊的元气底蕴 还要强上一筹 这简直是超乎想象 而且最关键的是 周围才只是神府境中期啊 这若是带得他踏入神府境后期 岂非元气底蕴 能够直接达到恐怖的千万级别 虽说纯粹的元气底蕴 代表不了绝对的实力 但终归是自身的一项巨大优势 在那下方 一家众人 一千姬 柳天英 以及处于场中的一秋水 他们也是面露震撼 他们已经在尽可能地高估周园的实力 但谁都没想到 他能够拥有着 如此雄厚的元气底蕴 邱家那边同样是变色 那秋龙家族眼神阴沉 咬着牙道 倒是小去了这个小子 神府境中期 竟有如此底蕴 真不知道有多少机遇机缘 不过元气底蕴虽然重要 但墨渊乃是天灵宗亲传弟子 一旦使出真正手段 其间差距 可不是这多百来万元气星辰 就能够弥补他 其他邱家长老 也是连连点头 空有元气底蕴 那也是要看如何地将其发挥出来 高空之上 墨渊望着这一幕 眼瞳也是微微一缩 那布满着狂傲的脸庞 终是浮现出一抹郑重之色 八百万元气星辰为底蕴 厉害 若是你踏入神府境后期 我不如你 不过 纯粹的元气底蕴 可代表不了什么 在这混元天神府境中 墨渊知晓 如果单轮元气底蕴的话 恐怕当属子 小于那位超级天骄苏又 微微第一人 因为他在氧气境时 就开辟了稀有的阴阳气腐 自从踏入神府境 神府变异 于是开创了举世罕见的变异师神府 其元气底蕴 当是神府境 无人可及 就算是神府榜上 排名在其之前的赵木神与武摇 都是弱上一筹 但若是真要交手 赵木神与武摇的战斗力 恐怕都不会弱于他 墨渊眼神灵力 只见得他仰天长笑 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磅礴浩瀚的天地元气 如风暴般的汇聚而来 最后在其上空化为了一颗 约末百丈左右的冷冽残月 残月挥洒无穷月光落下 却是化为精纯元气 静数地落入墨渊体内 仿佛源源不断 无穷无尽 那是天灵中的上品天元术 元月术 此术可谓施展着 提供源源不断的天地元气支撑 有此术在 可谓是为墨渊增添诸多元气底蕴 墨渊体内 元气波动节节攀升 其双手合拢 却是未曾停下 再度咆哮出声 汉山天元变 磅礴元气涌动 一道巨大无比的远古凶元般的光影 凝现而出 然后开始不断地膨胀 那种凶悍程度 远非先前与依丘水 柳之旋对战时可比 整个天地间 都是掀起了元气风暴 无数人为之变色 这墨渊不愧是神父榜上者 竟然借连诗展出两道上品天元术 由此可见 其身为天灵宗亲传弟子 所具备的强大抵御 毕竟上品天元术 就算是在天渊狱中 都算得上是 极为顶尖了 至少如邱家一家 亲近底蕴 也就方才各家藏有一道而已 能让得我墨渊同时 施展两道上品天元术对敌 你今日就算是败了 那也足以让你扬明天渊狱了 两道上品天元术施展出来 墨渊感受着那种毁灭般的力量 充斥身躯 顿时豪气涌动 他立于虚空 眼神僻腻地盯着周园 笑声震荡天地 直到此时 他方才将周园八百万元气底蕴 所带来的忌惮 尽数地压下 周园望着气焰滔天的墨渊 也是笑起来 笑容灿烂 那倒是要多谢阁下 助我扬明了 在墨渊踏空而来 立笑阵当虚空 等你今日活得下来再说吧 第769章 两人很逗 好 高空之上 似有墨渊咆哮 只见得那墨渊踏空而来 在其身躯之外 有巨大的远古巨猿光影成形 手中黑色铁棍与光棍相融 直接是裹挟着毁灭之力 对着周园呼啸而下 玄州城内 诸多神辅境强者 感受着那种元气底蕴 皆是面容苦涩 与墨渊这等神辅境后期相比起来 他们简直是不堪入目 轰隆 棍影呼啸而下 周身体内也是有着元气暴涌 八百万元气星辰映照虚空 绚丽神秘 他手掌紧握天元笔 笔锋一阵 青青双色的磅礴元气凝聚 也是化为浩瀚鼻影 与那镇压下来的光棍虚影 碰撞在一起 轰动 元气风暴直接爆发 虚空位置扭曲 笔棍碰撞的瞬间 周园的身躯微微一颤 终于是倒势而退 每一步的落下 都会引得空气 发出刺耳的阴暴之声 你若是空有一身元气底蕴 那今日 恐怕是要寒喝而中了 墨渊冷笑 周园的元气底蕴 的确比他稍强一线 但他出自天灵宗 一身所学 皆是顶尖元术 所以 即便自身元气底蕴稍弱 但借助着元术之力 却是能够得到不小的增幅 轰轰 当其声落 庞博棍影再度紧追不舍 带着巨大的压力 笼罩向周园 显然是打算趁胜追击 将周园彻底击溃 漫天棍影呼啸而下 周园眼神也是微宁 冷笑自语 上品天元术 以为就你有吗 太玄圣灵术 周园双手结印 下一瞬 有着雄浑的元气呼啸而出 迅速地在其身躯之外 凝结成了一道神秘光影 光影伸展巨大的光翼 吞吐着天地元气 那自周园体内爆发而出的元气波动 也是随之暴涨 大 它脚掌一跺 身影冲天起 手中天元笔画为 无数道元气长虹暴射而出 直接是与那漫天棍影正面硬碰 轰 轰 天空之上 顿时响起连绵不断的嘹亮巨声 无数道视线震动的剑道 每当笔影长虹掠过时 都会将那漫天棍影清扫得干干净净 而周园的身影 也是稳固虚空 再不动摇 墨渊见到周园稳住攻势 眼瞳也是微缩 他盯着周园身躯之外的那声 有光翼的神秘光影 那所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并不比他身躯之外的巨猿光影弱 显然 周园所施展的 也是一道上品天元术 这小子 究竟是何来列 墨渊心中略过这般想法 旋即他冷哼出声 眼中涌动着视战之色 下一瞬 身影暴射而出 再度爆发攻势 他可不信 他会收拾不了一个神府进中气 周园则是毫不相让 顿时两道光影 在高空之上闪电般的碰撞 每一次的交错而过 都将会引起狂暴的元气 冲击波爆发 短短时间 两人已是你来我让的 交手上百回合 双方都没有丝毫地留守 每一道攻势 都是气势汹汹 看到无数盘观者胆战心惊 那种激烈程度 让人头皮发麻 一架众人眼睛眨也不敢眨一下地 望着高空上的战斗 面色极为地紧张 眼下的周园 已算是他们一家最后的希望 一千基于柳天英 也是面色凝重地盯着 半晌后 忍不住地感叹道 这周园不简单啊 竟然能够和墨渊斗得不相上下 他们自然看得出来 此时的墨渊 已是将浑身实力尽数地施展出来 但即便如此 周园依旧未曾落入下风 可谓是一场精彩的交援之斗 爹 他能打赢吗 那柳明紧张地问道 柳天英沉吟了一下 道 暂不可知 墨渊也飞寻常人 想要取胜 恐怕没那么容易 周园的表现 已是极其地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但墨渊在天渊狱的名气可相当不弱 圣名之下无虚实 所以就连柳天英这等天阳进强者 都不敢保证周园就真的能赢 一千基缓缓地道 我曾听闻 那墨渊炼化过一道天魔园的精血 那是七品元兽 此血融入自身血脉 一旦与人战斗 愈战愈猛 这是他最大的底牌 天魔园的精血 柳明大精 七品元兽 那可是相当于圆英镜的实力了 他望着高空 脸颊上浮现出一些担忧之色 毕竟一旦周园落败 那么今日一家 也就只能将小玄周周主之位拱手相让 邱家那边 同样是一众人死死地盯着高空 就连那家主秋龙 都是面色阴沉 显然他也是没想到 周园能和墨渊斗成这样 哼 倒是能蹦的 不过确实太小去了墨渊 秋龙阴沉冷笑 哼 哼 高空上的激战持续着 愈发的白热化 不过随着战斗的僵持 周园却是发现 那来自墨渊的攻势 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与狂暴 他双目微眯地看去 隐约地见到墨渊双瞳渐渐的血红 一股难以形容的凶利之气 自其周身涌动 吼 下一刹那 墨渊的嘴中 竟是爆发出了一道原笑之声 他的双目彻底的心红 浑身的元气都是 在此时沸腾起来 引得虚空阵战 给我死 他奸笑着 手中黑色铁棍脱手而出 化为一道黑色红流 直接崩碎虚空 快若奔雷地对着周园轰击而去 周园手臂一抖 只见得天元笔笔间的蚝毛暴射而出 重重叠叠 宛如组成了一张巨网 哼 黑色铁棍所化的红流 轰击在蚝毛巨网上 顿时将其压制出一个 惊心动魄的弧度 最后轰然一声 将其穿透 与周园身躯相撞 当 巨声响彻 周园身影猛地倒飞而出 玄州城内 爆发出无数惊呼之声 周园 一秋水也是忍不住的尸声 吼 墨渊眼神赤红 身形一动 直接是出现在了周园后方 他嘴角掀起争鸣的笑容 手掌一握 黑色铁棍飞入他的手中 哼 他手中黑色铁棍 对着周园的身躯狠狠地砸去 那一棍落下 即便是一座山脉 都将会被其生生地移为平地 不过 就在他那一棍将要挥下时 周园的掌心之间 忽有一枚光点出现 光点迎风而涨 迅速地化为拳头大小 与此同时 天地间有嘹亮的剑银声响彻 当魔剑完朔 周园手掌一抖 剑完急射而出 那光丸之中 顿时爆发出滔天剑鸣之声 锋利凌利的剑气喷勃 将光丸包裹 最终化为了一柄光芒巨剑 他眼神冷漠 一剑批出 丝毫不理莫渊那凶悍一棍 你找死 周园这种针锋相对的凶狠 更是激起了此时莫渊的凶气 他与人对战 素来以狠著称 他没想到 眼前这周园 竟敢与他拼狠 我看你敢不敢与我拼 他棍是毫不收敛 直砸周园 棍影在周园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而他却是面无表情 剑完所化的剑光 毫不停留 双方的攻势 皆是凶狠无比 毫不退让 于是 在那天地间无数道骇然声中 当那黑色棍影轰中周园的时候 那磅礴剑气 所化的剧剑 也是以一种极为刁钻的角度 狠狠地披展在了墨渊胸膛之上 此时的双方 皆是如薄命凶土 第770章 青椒形态 哄 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注视中 高空之上 两道身影以命相搏 狂暴棍影裹挟着磅礴之力 狠狠地焊在周园身上 而那一道凌厉无比的剑光 也是在同时间 重重地披展在墨渊胸膛之上 那一瞬 有着元气冲击波震荡虚空 碰 两道身影微微一致 然后便是同时狼狈地倒飞了出去 身影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在巨大的石台上 地面崩裂 裂痕如蜘蛛网般的蔓延开来 两个巨洞在地面上成形 烟尘弥漫 整个玄州城 都是在此时重重地遗颤 无数人咽着唾沫 为两人的那种凶悍气势所震撼 一些神府近后期的强者 更是头皮发麻 他们知晓 如果换作他们 在场的话 不论是两人中的哪一个 恐怕都能轻易地将他们轰杀 无数的视线 眨也不眨地盯着场中 依秋水也是玉手紧握 翘脸上满是紧张之意 他不知道先前那种凶悍对碰 究竟是谁占到了上风 在那诸多目光中 场中的烟尘渐渐地散去 其中一个巨坑中 有着一道身影狼狈地爬了起来 赫然是那墨渊 只不过此时的他 胸膛到腹部处 出现了一道猙獰的伤痕 那伤痕几乎要将他身躯斜着斩断 隐约可见体内脏气 鲜血滚滚地流出来 他看了一眼胸膛上的剑痕 眼皮微微跳了跳 眼眸深处掠过一抹心迹之意 显然周圆 这最后的反击之灵力 连他都是有些心惊 不过好在的是 他终归是扛了下来 莫渊望着远处 另外一个没有动静的深坑 咧嘴宁笑道 愚蠢 竟然敢与我搏命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只见得其胸膛处的血肉 竟是如动起来 鲜血止住 猙獰的伤痕渐渐地恢复 不过那伤痕中残留的灵力渐气 倒是有些麻烦 不断地撕裂血肉 带来剧痛 不过总体来看 莫渊的伤势在迅速地恢复 这一幕 落到一家众人与伊丘水的眼中时 面色便是不由地变得有些难看 莫渊炼化过天莫渊的精血 肉身得到过增幅 并且拥有着一些自愈能力 难怪他如此凶悍 原来是根本就不怕自身受伤 伊丘水银牙微咬 这莫渊看上去 似乎是没有理智一般 可却极其地狡诈 先前所为 完全是故意刺激周元与他斗狠 周元与他如此硬拼 倒是吃了大亏 这般时候 其他人也是察觉到了莫渊的情况 当即暗暗感叹 那周元 怕是被莫渊耍了一手 邱家那边 则皆是露出笑容 邱龙更是松了一口气 道 先前莫渊那一棍 元气磅礴 此时那周元即便能活 恐怕半个身子都被打碎了 再无战斗之力 此战 我邱家一胜 其他邱家之人 闻言 顿时喜笑颜开 纷纷恭贺 在那众说纷云间 场中另外一座巨坑中 烟尘也是散去 其中四世并没有任何动静传出 那周元是被打杀了吗 众人窃窃思语 有些惋惜 莫渊眼神凶狠 他对于先前自己那一棍 有着极大的信心 那是他倾力而为 而且周元未曾避开 那一棍 必然将其重创 能与我斗成这样 你也算是能耐不小了 莫渊冷笑出声 是吗 不过 就在他声音刚落的时候 远处的巨坑中 有着一道声音传出 再然后 所有视线都是见到 一道身影 缓缓地自其中生起 正是周元 此时的他 上身衣衫破碎 露出蕴含着爆炸力量般的修长身躯 不过令人震惊的是 他的身躯上 竟是毫发无损 先前莫渊那毁灭一棍 似乎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怎么可能 连莫渊见到这一幕 都是面色大变 尸声喊道 他那一棍 可是轰得结结实实 将力量尽数地 倾泻到了周元的身上 按照莫渊的预计 就算是 与他同等级的存在 这一棍都 足以将其重创 没什么不可能的 你那一棍 倒是挺碰 周元面色平淡 他望着自身身躯 若是看得仔细的话 则是会发现 他的皮肤上面 有着神秘的 青色焦灵浮现 而他的眼瞳 也是在此时 化为青色的树童 宛如青焦 正是这些青色焦灵的出现 再加上周元运转玄圣体 直接就硬生生地抵御了 莫渊那凶悍无匹的攻击 不过 也仅此而已了 周元双目微闭 此时他的身体之内 宛如是有着一头上股蛟龙在咆哮 一股磅礴的力量 充斥着四肢百骸 那是来自于阵视天焦气的力量 当周元真正地 将阵视天焦气运转到极致时 他方才体验到他的玄妙 这远比当初的通天玄蟒气更强 莫渊眼神阴沉地望着此时的周元 不知道为何 体内涌动的天魔猿的力量 似乎是微微地炙色起来 仿佛是受到了 青色的树桶锁定了莫渊 眼中没有丝毫的情感 他的身躯微微低伏 宛如扑石的野兽 下一瞬 其周身的空气猛然爆炸 哄 他的身影如鬼魅般的暴射而出 直指莫渊 身影略出的那一瞬 周元的皮肤表面 青色的焦灵不断地生长出来 而他右臂 竟是在此时迅速地膨胀 青筋如球龙 指尖延伸短竖息 便是化为了一只青色焦肘 正是天焦气 青焦形态 好 一道焦龙长吟 回荡天地 天地间的元气 为之沸腾 周元的身影 宛如瞬移一般出现在了 莫渊的前方 那焦着紧握 直接是裹挟着 无法形容的力量 一拳轰向面色大变的莫渊 那一拳轰出 只见虚空崩裂 可怕的力量扑面而来 莫渊浑身皮肤都是紧缩 一股难以言明的危险之感 涌上心头 他的心中有着惊骇闪现 这让他明白 如果任由周元这一拳轰来 恐怕他是凶多吉少 生死关头 莫渊再不敢犹豫 一声咆哮 只见得他的身躯之上 有着黑光蔓延开来 身躯节节攀升 黑色如钢针般的毛发 自皮肤下自破出来 此时的他 宛如一头活生生的魔圆 他的眼中 满是赤红与暴力 哄 他也是倾尽了所有的力量 汇聚于聚拳之上 一拳轰出 与那面前咆哮而来的胶拳 重重地轰在了一起 轰轰 巨声响彻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子 两人脚下爆发开来 整个巨大的石台 都是在此时出现了崩塌 无数道视线 死死地盯着对碰之处 他们知晓 这将会是两人的最后碰撞 两股力量的冲击 仅仅持续了十数息的时间 再然后无数道视线 便是惊骇欲绝的剑道 那莫渊粗壮的手臂 竟是在此时轰然爆碎 鲜血剑舍 莫渊惨叫出声 而他的身躯 则是宛如炮弹般的倒飞出去 身躯撞入了城中 沿途将那一座座的建筑物震碎 硬生生在庞大的玄州城内 撕裂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乱石滚动间 将其身躯也是掩埋了进去 而崩塌的石台之上 周园的身影却是立于原地 纹丝不动 在其周身 有轻气升腾 宛如一头远古蛟龙盘踞 房屋崩塌的声音 还在不断地响起 然而这一刻 玄州城内 无数目光望着那 倒赤着上身的年轻身影 却是陷入了一片震撼的死寂之中 他们知晓 莫渊 败了